不动产界的盛世亚洲不动产学会与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今年将在9号到12号首度仪式台中举办学术研讨年会 这次聚集了24国将近500位相关人士与会 还邀请到重量级嘉宾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进行演说 希望能够加强台湾不动产学术界与世界交流接轨 众人手持布条宣告活动精彩可齐 亚洲不动产学会与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今年将首度仪式台中举办学术研讨年会 邀请全球知名专家学者来台研讨与实物参访行程 希望可为台湾提供宝贵经验 我们要把台湾台中的美好 要把我们不动产界的精华介绍给与会的各国 这样的实践级的论坛 我们以产业的信声 更希望能够得到获得一个实质上对产业的一个帮助 今年是首次联合办理两大不动产学会 将聚集24国将近500位相关人士与会 还邀请到重量级嘉宾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演说 希望借由年会汇集各国一流不动产的专家学者 交流最新学术研究资讯 寻找解决各地不动产问题的方法 这次的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举办 在台中市的举办 不仅邀来了诺贝尔经济学者 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者 得奖者这个Robert Schiller 耶鲁大学的教授来做主讲的嘉宾之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所有的学术研讨 我们能够吸取学者们所能提出来的一些精辟的论述 希望能够对未来台中市 以及整个台湾的不动产的相关的政策制度的制定上面 也有一些影响 活动将在9号到12号举办 除了讲座之外 还特别规划一系列建筑美学以及市政参访行程 希望让国际贵宾更深入了解台中城市特色 并且加强台湾不动产学术界与世界交流接轨的程度 江中环台中采访报道